大家好,我是阿跳,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人类向上探索的距离已经达到了200亿公里外的宇宙 但是向下只达到了地底12公里 宇宙与地底相比,地底似乎应该更容易到达的 但是为什么两者会相差的如此之大呢? 这个其实并不难理解,因为人类向下调查的时候往往都是为了钱 地下有许多资源,比如矿物、石油、天然气等等 这些都可以带来大量的金钱 与纯粹的研究项目,赚钱的优先级似乎更高 那么这个地下12公里是谁挖的呢?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被认为是地球上最深的参数景 克拉超深钻孔 看看这个景点都发现了什么 克拉超深钻孔 克拉超深钻孔位于克拉半岛临近挪威国界的地区 钻这样一个超深的动物的目的是什么呢? 1970年,苏联启动了探索地壳深处的科学项目 该项目的其中一个目的是为了与美国进行科研比拼 这是冷战期间最奇怪的一种竞赛 科学家在1970年开始勘探,试图打败美国 先探测到莫或洛维奇不连续面 当时的苏联政府认为 克拉半岛地区是最适合通过挖掘来阐明地球历史的地方 因为这里的地质是由古老的岩石组成的 在阐明历史的同时,也可以阐明地震波变化的原因 1989年,即开始钻探约20年后 克拉超深钻孔成为世界上最深的人造钻孔 1997年,还通过了吉尼斯记录的认证 这个12公里的洞比世界上最深的海沟 马里亚纳海沟的最深处还要深 据说超过了曾经毁灭恐龙的饮食的直径 就在挖掘了20多年后 到了1994年,该项目却突然终止 这其中发生了什么呢? 当时苏联在家电等轻工业方面落后于西欧国家 但是在重工业和工程技术方面 却拥有世界领先的技术能力 凭借着这方面的优势 起初项目的目标深度是15公里 到了1989年,已经钻探了12公里 并且进展得非常顺利 预计4年之后,也就是1993年就能达到15公里的深度 那么为什么这个项目还没到15公里就结束了呢? 事实上,地下越深越热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从挖掘开始,科学家就预测越向下会越热 也考虑了一些对策 然而最初预计在12公里处的温度大约是100摄氏度 但是实际上12公里处的温度已经超过了180摄氏度 这已经超过了钻机能承受的温度范围 在15公里处预计将达到300摄氏度 因此挖掘工作被迫中断 但是这其中也不排除苏联解体等政治因素 虽然该项目没有达成15公里的目标 但科拉超深钻孔项目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果 在钻探过程中 科学家在6公里深的地方发现了V型浮游生物化石 大约7公里的深处 没有发现预想中的花岗岩到玄武岩的过渡 并且在那个深度 科学家还发现了来自地壳深处的水 它们被一层不透水的物质阻挡 且无法渗透到地表 还有像让科学家意想不到的发现时 钻孔中流出的泥浆渗出大量的氢气 科拉超深钻孔之所以能够在网络上活起来 并不是因为超深的挖掘距离 而是关于它的神秘传说 据说在挖到了12公里的地方 听到了一些恐怖的声音 科学家将当时最精密的录音设备投放到深孔里 等到录音完成后 一群科学家集中在一起 聆听来自地心的声音 然而录音机里却传出了类似人类的惨叫的声音 不是一个人的惨叫 而是一群人的惨叫 这个说法被传为苏联挖到了地狱之门 并且听到了地狱之声 后来证实其实是政府资金不足 地狱之声的说法只不过是官方杜撰的一个故事 目的是吸引资本家和人民的目光 从而获得资金 其实这个项目发现了许多新的事实 在历史和地质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从这方面来说 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研究 虽然中途戛然而止 但是还是值得肯定的 希望这项已经停滞了20多年的科研项目 在未来能有新的进展 好了 今天的视频内容就是这么多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